中国最新的航空母舰刚刚完成了首次海事 它叫之前的两艘航母有了大幅改进 这是一艘现代化的平甲版舰 其能力远远超过中国早期基于旧式苏联设计的航母 这艘被称为福建号的航空母舰明显体现了 中国打造一支能在印太地区远洋投射力量的海军的愿景 但要想像美国海军那样在远海运营航母编队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国防官员和美国海军飞行员Guy Snodgrass表示 中国已经显示出部署舰载机和航母平台的能力 但尚未展现出将这些平台结合使用 进行远洋长期作战 在区域支援中心之外作战以及在冲突时期作战所需的全部连接组织 不过中国并非从零开始这一过程 而且有潜力借鉴美国长期航母运营的经验 以缩短周期并使连接组织的发展变得更加容易 但仍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有些经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 福建号是中国第三艘航母 也是目前唯一属于新级别的舰艇 它比前两艘苏式山东号和辽宁号都要大 而且是第一艘放弃华越式起飞 改用于美国海军新的福特级航母类似的先进弹射式舰载机起飞系统的航母 前海军官员 现任哈德逊研究所国防专家 Brian Clark对商业内幕网站表示 这意味着一个重大差异 因为弹射系统使中国可以起飞更大 更重 更有能力的舰载机 比如配备满载弹药和燃油的战斗机 以及预警机 在山东号和辽宁号上 华越式起飞限制了中国运载的歼15舰载机的性能 减少了它们携带的武器和燃料量 现在有了弹射器 中国就可以使用它们正在研发的更重型 更先进的飞机 Clark说 这些飞机包括歼15舰载机的变体 舰载预警机如空井600 以及歼35隐形战斗机的舰载型 后者仍处于实验阶段 Clark还表示 福建号的航空编队预计将有约60架飞机 比辽宁号24到32架战斗机 以及山东号12到17架直升机的编队规模都要大 中国从华越式到弹射式的转变方式表明 它可能先采用已经成熟的方案 之后再转向先进的西方国家方案 这种做法似乎加快了中国部署新技术的速度 为解决任何问题赢得了时间 Snodgrass表示 福建号没有采用蒸汽弹射器 而是直接跃升到与美国海军的福特号航母一样采用电磁弹射系统 福建号的甲板上有三个弹射器 可以推测它的出击率将高于只能一次起飞一架飞机的辽宁号和山东号 他补充说这加强了中国继续展示快于其他国家部署测试完善和发展新能力的实力 中国计划到2035年建造6艘航空母舰 但关于福建号后续舰支的细节几乎没有透露 但是即使中国在航母建设方面蓬勃发展 并不意味着它正在赶上美国的步伐 与美国海军的核动力尼米兹级和福特级航母不同 福建号使用常规动力 这意味着它需要补给燃料 与辽宁号和山东号一样 这可能会影响航母离开港口航行的距离 使后勤运作更加困难 而且由于中国目前只有三艘航母 其中最新的福建号仍在海市 所以舰队的运作方式可能与美国11艘航母的运作方式不同 重点更多放在区域范围内和力量的展示上 退役海军上将 美国海军学会CEO兼发行人Raymond Spicer表示 我们运作航母和他们目前的做法之间绝对存在巨大差异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再建造更多航母 并开始扩大到拥有全球存在 但相比之下 他们离这一目标还很遥远 虽然福建号更大的航空编队和弹射系统 使它能够起飞更重的飞机 并提高整体出击率 但仍无法与美国的能力相提并论 这主要是由于体积和载力的差异 但也与中国海军在运用航母方面 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有关 经验不足 中国航母只有12年的历史 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了重大进步 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运营航母所需的经验和知识 斯派瑟说道 他说 他们面临着一个陡峭的学习曲线 并补充道 如果把他们面临的情况与我们长期面对的情况相比 我们已经几十年在进行航母作战了 所以我们有一批训练有素 经验丰富的人员能够运营航母 我认为人才是关键 斯派瑟说 即使中国海军最资深军官在这一领域的经验也有限 难以培养专家和训练新人 克尔克说 2013年访问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时 时任中国海军司令员的吴胜利上将 对于航母运营所需的人员数量感到最为惊讶 克尔克说 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有成百上千的士兵负责系统运行 维护以及实际的飞行甲板作业监管 中国目前可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制定一个可持续的模式 以培养与其希望建造航母的速度相匹配 拥有航母知识和经验的人才 这个挑战也延伸到海军航空领域 中国正在招募和培训飞行员 中国还面临着如何防卫航母的挑战 航母打击群不仅是投射更多海上力量的重要手段 也是在冲突中保卫航母及其舰载机的关键要素 中国曾让它的航母与老旧的052DC型驱逐舰 新的055型驱逐舰 护卫舰和补给舰一同航行 但是打击群行之有效所需的一体化和互操作性需要长期磨练 然而 美国立航性的让打击群在世界各地航行 最近还将它们部署参与在中东海域与湖塞武装的持续战事 随着中国继续建造和部署航母 除非真正参与航母作战 它最大的学习机会就是观察美国的做法 Spicer说 有大量关于作战的公开信息 他补充道 中国能观察和学习美国的航母行动 尤其是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行动 Snodgrass说 航母行动有点像芭蕾舞 有众多角色 每个角色都有既定职责 但无论是后勤 补给 食品 燃料 健博保养 航空运营 损管 航行等 一切都需要无缝衔接才能实现成功的作战成果 他接着说 再加上在12小时作战时间窗口内发射和回收大量航空器所需的熟练程度 不分白天黑夜 也不分恶劣天气 这一切都极具挑战 只有通过反复试错才能掌握 尽管如此 如今让美国军方领导人感到极大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中国在部署和掌握新技术和新能力方面打破预期的强劲记录 是中国人资料 中文人资料 也不得于心掌握新技术和新能力方面打破预期的精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